新生代偶向新势力 江映蓉入虎 涼媚作客不怕火凉茶 音乐现场 说穿了孩子 不能抗许 和人梦的热火 就沉入了爱河 本地地狱掌花吃泡面男 亦能大碰撞 劲爆来袭 来驴叫一下 我只是来打个歌 他们这是驴叫 你那个 是什么 野驴 你说话小心 梦回青苍岁月 求是啥事一楼宽 好帅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老师 不如 我醒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现实力大碰撞 不怕火 创意多 华尺泡面 七丝附成 来给我们的方总抛一个妹眼 这没病吗 这孩子 这 死的多小 这你 这两个演员从哪找的 死的都活了 没有错 你这是开水啊 朋友 云南卫视不怕火凉茶 音乐现场特别奉献 江应荣 陆虎首唱会 追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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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姜应荣带来 Fashion Show 大声的叫 听不了 疯狂的游泳像蚂蚁在摇 是空虚在吵闹有谁听到 这样的感觉实在煎熬 快乐充满崩坏 不太是我的Fashion Show 快来假如主角是我的Fashion Show 这个舞台有快乐没烦恼 梦想就像无敌冬填满不了 我相信Oh good to me 我不要谁最愿对我讨好 不是无理人心的眼睛 做自己最美的 I believe Oh good to m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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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的Fashion Sh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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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充满不外 mechanic 才是我的Fashion Sh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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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假如主角是我的拍摄手 这个舞台又快乐没烦恼 门想就像无敌冬天 满不了 我相信 好good to me you so good you so good good to me you so good you so good you so good good to me good to me good to me 有请路虎带来 天黑请闭眼 深深的夜 空空房间 蜡烛熄灭 深深的夜 松开的手 拨动新鲜 寂寞梦上我双眼 你的爱是晴天 突然说变就变 你是别人的宝贝 过着她的情人节 天黑请闭眼 天黑请闭眼 独自承受一切 天黑请闭眼 无法停止想念 天黑请闭眼 无法停止想念 这讨厌的失眠 这讨厌的失眠 天黑请闭眼 让我坚强一点 天黑请闭眼 无法停止想念 靠近 anos 闭眼 无法停止想念 天黑请闭眼 让我坚强一点 天黑请闭眼 让我坚强一点 天黑请闭眼 让你坚强一点 不再害怕 黑夜 好 现场与其电视听众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好凉茶 中国好音乐 由不怕火凉茶冠名播出的 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今天我们请到的大来宾是 我们的小花江云荣的路虎 欢迎《Flowers and Tiger》 同时娃哈哈起立在这里 请大家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新浪官方微博 大家我们节目的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由不怕火凉茶 提供的大礼棒一份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 大家好 我是花池旁边的陆虎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小花了 跟大家说哈喽 你要比她更嗨才可以 不需要 大家好 我是薇薇江云荣 很感兴来到这里 嗨 天啊 天啊 这个今天都带来了 这笔全新的作品 是的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LADY FORCE 先介绍我们小花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 让我说话 我们先介绍一下江云荣的这样新专辑 这样的名字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好不好 看你们念得起不起 3 2 1 发声秀 yes 我们今天也是在发声秀的现场 这个照片封面 我的个妈呀 张鹏 这就是你的福利了 有没有 作为一个男生 我也觉得说这未免也太性感一点 我觉得这个动作不是人类能摆出来的 像话吗 这本来就是美女摆出来的 这个要有练过 就是一定要练过舞蹈 不是 大家都被误会了 其实后面有个板凳被劈掉 所以这个动作是坐在板凳上摆的了 对 因为这个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 这个脚可以水平正 然后还真是 你以为都是叶问吗 对 叶问都未必能达到这个效果 对 而且脚尖还要垫起来 这样好了 所以挺难的 既然今天来到现场 这个姿势 应该由你来做 帮你拿麦 你来尝试一下好不好 音乐 前夕太多了好不好 好 关键来了 握住我 来 3 2 1 请抬屁股 走 是要这样坚持着主持吗 那我把麦给你一向继续主持着 相信你 露虎帮我说起来 露虎帮我说起来 露虎你有没有这个姿势 有没有其他的演绿版的 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一个 现在很流行拍那个GIF的动态图 我觉得可以 可以用那个动态的这种 你还 但是表情是僵硬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是一直在转 1 2 3 走 你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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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来 掌声送给我们的露虎 牺牲很大 真的在我眼里 我们露虎偶像 结果一下牺牲这么大 就事实证明这个姿势 对 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摆的 对 因为她直接转型了 你知道吗 现在发了自己这张专辑 你来 讲讲露虎席专辑 解释一下了 其实我们这次很有创意 把一个专辑做成了一个 泡面的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惊喜来了 我数1 2 3惊喜来了 它真的是一个泡面 其实诚意就在谍里面 就是说里面所有的音乐 真的就是我 像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泡面男 或者泡面女 我们可能现在是在一个追梦的年纪 是在做一件非常热血的事情 是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可能现在我们还没有成功 也有可能不会成功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你知道大家把希望都没了 肯定会 告诉大家 只要有泡面精神 我觉得我们只要坚持下去 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将来对着自己的孩子说 你老爹真的疯狂过 厉害 厉害 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好好的去支持一下我们这两张专辑 好不好 好 各位一定要埋起来了 最重要的是 其实这边我们还要跟大家再看一下小花的这张专辑 听说新专辑好像每次要聊起来的时候你都要流眼泪 就是有故事吗 不是 我可能是那种比较感性的人 总是在 谢谢 总是在 因为唱片总是筹备的时间很长 而在这个筹备的路上就会有很多很多故事 而这个故事比如说在拍MV 比如在筛选歌曲 比如说在不断地往后搁置之类的事情都是常发生的 只是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所以在聊到自己唱片就像自己的宝宝一样 你聊到她会甜蜜 会难过 乖 会心痛 真的是每一位歌手都很珍惜 珍惜对自己的唱片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花痴泡面男 因为其实每一张唱片做出来可能付出了自己非常多的心血 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们要传递给你们的那种故事 当然在这边其实大家都知道小花跳舞是不是跳得特别棒 没有 不要谦虚 听说在拍MV的时候你跳到吐了 那是为什么 《Crazy》那首歌对不对 是在韩国拍摄 当然我希望大家没有太看出来那是在韩国拍的 但是确实是在韩国拍摄 当时零下十几度 谢谢胡子哥我们不用举了 就是很像那个电视购物里面的那个活动 主持人做习惯了 不是 制作人做习惯了 然后就真的会很知道她的每一部的艰辛 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每一次的拍摄 然后就是制作 今天这次节目刚刚认识 录完了就直接就是两个人互相见 上一次我不知道我写的那首歌是她唱的 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知道是她唱的我就不会给她 这也倒不至于了 你没有安慰她吗 就是她为什么哭 为什么哭呢 这个下来交给你来访问 先等一下 交给你来访问 要先讲一下那个到底头头是什么 对 当时零下 那个是零下十几度 穿的可能就是这个封面的照片这个衣服 非常非常少 当时整个人动得紫掉 我本来就胃不太好 当时为了要在海边拍那个光 所以就必须在那一直跳 大概跳了有五六个小时 我再跳小分 十几度跳了五六个小时 对 因为她这个是网装的 所以当时胃是露在外面 就边跳边吐 吐完之后接着跳 因为要抓那个光 所以基本上一直在吐一直在跳 就是边吐边跳 让我拍完了这支《狂猎》的音乐 对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做艺人真的是 有的时候异于常人 她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辛苦 那接下来这样 我们还是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既然这首歌拍得这么的辛苦 但是呈现给大家的是 非常优秀的一首作品 有请我们的小花带来《狂猎》 有请 《狂猎》 谁会傻傻输了爱 而谁才是грade great-great-crazy 谁会牺牲为了爱 而谁才是great-great-great-crazy 所有理性都被打破 爱情就是great-great-great-crazy 到一切邏輯都被超过 爱情就是great-great-great-crazy who's so crazy great-great-great-crazy 乱与快乐的定义 一发不停进 爱情对决一对一 没有缝隙 怪准和爱毫不留情 完美共济 谁是猎物坠入陷阱 是冲击 谁会傻傻输了爱 而谁才是great-great-great-crazy who's so crazy 谁会牺牲为了爱 而谁才是great-great-great-crazy who's so crazy 所有理性都被打破 爱情就是great-great-great-crazy yeah 到一切邏輯都被超过 爱情就是great-great-great-crazy yeah who's so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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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谁扶手 谁被写出手 爱的谜底要你crazy crazy 谁早有余谋 谁才能放手 爱的宣言要你crazy crazy 谁会傻傻输了爱 而谁才是crazy crazy crazy yeah 谁会牺牲为了爱 而谁才是crazy crazy yeah 所有理性都被打破 爱情就是crazy crazy yeah 到一切邏輯都被超过 爱情就是crazy crazy yeah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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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卫视不怕火凉茶音乐现场 特别奉献江应荣陆虎首唱会 欢迎回来 中国好凉茶中国好音乐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不怕火凉茶 冠名播出的云南卫视音乐现场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来宾就是我们的江应荣 还有我们的陆虎 欢迎 是的同时娃娃娃起立在这里提醒大家 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 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 不能用不怕火凉茶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OK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新势力 说到新势力呢 其实可能大家对艺人的了解说 不光是她唱歌很好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才艺 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的陆虎 还有我们江应荣的哪首绝活即兴秀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小花 小花你要展示的绝活是什么 跳舞 跳舞是你的强项 你怎么像小学生一样 表示我要跳舞 对 但跳舞的细节当中 你要发现我的绝活是什么 细节 跳舞当中的细节 对 来看一下 绝活不是跳舞 来看一下 欣赏一下 欢迎小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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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 请问一下 所谓的你刚才说的特别之处在哪 解释一下 重点不是跳舞 重点不是跳舞 大家有发现我刚刚的特技吗 对是手指手指手指有什么问题 手指有点残疾感觉 不是 你刚才 不是你那手指怎么了 你告诉我们一下 你手指怎么了 就是我的手指可以这样玩 那么小的细节 你们让我怎么怕大家在看你跳 就是这个是我的绝活 了解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玩吗 这还真不是随便所有人都 我反而做不到 放下 好 就厉害的 厉害的就是 不是第二个指节 是第一个指节 就可以自动弯成90度 有没有 好了 我不会 我也不会 我不会 对 你要不会 我手好难控制 好像只有江小花会 对 只有我会 大家觉得这个绝技 厉害吗 厉害 你们真敷衍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看到的 观众这么睁眼说瞎话 是的 来 陆虎 你要展示的绝活是 因为前一段时间 转得太快 不好意思 香港的那个 有一个大黄鸭 对 好可爱 我觉得我很喜欢她 一直想去看一眼她 但是她就是那么默默地走了 我觉得想送给她一首歌 来 齐姓创作 来 齐姓创作 来 小黄鸭 小黄鸭 你在干吗 他在弹琴 你为什么就这样走了 小黄鸭 你为什么不等我一下 小黄鸭 小黄鸭 听说 你又回来啦 是不是回来啦 回来啦 你又回来啦 听说我过一段时间 要去香港宣传啦 小黄鸭 带上我画吃泡面男的专辑 一起去看看她 去看看她 去看看她 快快快快快快 去看看吃看她 画吃泡面男 去看看 快快快快快快快 宣传 走 你咋干吗 呱呱呱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去伤害她好不好 小红鸭掌声鼓励 刚才我们这个比拼了自己的这个绝活 马上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异能大碰撞了 就听说各位其实还有深藏不漏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是 我们的小花江应荣听说这个是摆遍天后 尤其是脖子以上那变化更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鬼脸的部分 需要怎样 需要我们帮前面挡一下吗 挡一下 好 来 挡一下 你知道在那个国际上要挡一下 国际上 一 二 三 抗一抗 抗二抗 抗三抗 抗四抗 抗 没了 抓到了吗 不太会做 我在侧面看就感觉好像有外星人 来攻击地球的 为什么 你第一个表情再来一个 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那个抓到了 学一下 来 对 这不就是我们前的 这个蓝颜色皮肤的那个 蓝颜色皮肤是什么 你小心啊 你说话小心啊 蓝精灵对不对 对 好了 这个是我们小花的部分 接下来那个 听说陆虎你想爆料 其实小花在 她在录那个 你上次爆料 就是录那首歌的时候 是 其实她有她自己独特的 开嗓的方式 没有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种 转换音的方式 来 好 准备好了是吗 接下来我们要拍一下 接下来就是到了 发声秀的时间了 对发声 从前开始说话的发声方式 就是最好的练声方式 就是要有那个 鼻音 鼻腔 共鸣 救护车要来了吗 就是 不是 好像啊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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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点驴叫 驴 鹿 鹿虎会当 其实这是一个 鹿虎会当 鹿虎会当 其实这是一个 转音的方式了 最早我们也在 就这样子 来 来练 可是驴叫不是这个声音吗 驴叫怎么叫 驴是 来 驴叫一下 我们两个抛砖引玉成功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他们这是驴叫 你那个 是什么 野驴 野驴像话什么 你干脆说是母驴得了 好不好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控制什么 就帮我们达到什么效果呢 放松 放松 来试一下吧 尤其是像那个方琳 她真的要学一下 鹿虎教一下 刚才那个音 为什么我尤其要学一下 因为你五音不全 试一下 好 你 你 你感觉在撒娇 我突然 因为你 因为想拿草料过去喂她的感觉 我只是来打个歌 我只是来打个歌 我就跳进来 来试一下 三 就是多的音对不对 多 好 三二一 我找一下 说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这才是你的路线 这 我这个是没有找对对不对 对 我觉得可以慢慢去找 对 其实这个挺难的 好 接下来那个这样 我们因为其实路虎 还真的有一向绝活 你要表演的绝技是什么 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有一定的危险系数 千万大家小朋友不要模仿 其实就这样了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就把这瓶水当做庆功酒 然后一口气用四秒钟的时间把它喝下去 你走之前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支持花痴泡面男 侧面 对 这个是抽水马桶的原理吧 刚才谁喊再来一瓶呢 好了 刚才看了两位非常特殊的才艺 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练这些才艺 但是我觉得就是用路虎的一个歌可以诠释得很好 每首歌 很扯的雨天 很扯的才艺 好了 接下来 又请我们的路虎带来很扯的雨天 欢迎路虎 好 谢谢 好 谢谢 每首歌 和声音的舞台 走在凿乱阳光的沙滩 漂亮美美感一眼 这些美丽的重磅照片 你每首歌 其中了我好心酸 你的樣子真是很好看 我是酷皮男子丸 很想給你製造性浪漫 怕你會說錢好膽 命中的你已出現 美女愛 對你的美愛不完 No no Beautiful Iainha beautiful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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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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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bas Theiacre me Beautiful Iainha beautiful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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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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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Iainha beautiful Oh yeah 跟我一起搖擺 一起搖擺 吞牛屁股 走在灑滿陽光的沙灘 漂亮妹妹看一眼 就像美麗的重磅炸彈 激動了我好心酸 你的樣子真是很好看 可是我是QB No.1 我很想給你製造些浪漫 可不可以 話你回說 好的 命中的你已出現 美女 我是真的 對你的美 愛不完 愛不完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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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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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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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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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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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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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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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girl yeah beautiful 云南卫士不怕或凉茶 音乐信场特别奉献 江应荣 陆虎首唱会 OK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不怕火凉茶 冠冕不出的云南卫视 音乐信场 今天请到大来宾 就是我们的江应荣 还有我们的陆虎 欢迎二位 当然 娃哈哈起立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关注云南卫视音乐信场 新浪官方微博 参加我们的互动 就有几乎获得 由不怕火凉茶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是的 接下来要到了 我们的青春时光机的时候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桌上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儿时的物品 其实每一个物品 都能有一段回忆 来告诉大家 桌上的这些物品 是我们这些人 每人在儿时的时候 其中有一件 是办很蠢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 谁在儿时最蠢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了 首先我们LADY FIRST 我觉得兜兜兜兜兜兜兜有过 兜兜兜兜兜兜有过 对 一紧张这位兜兜兜 对 你童年好丰富 这个吧 篮球来讲一下 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你跟篮球之间的故事 对 我其实挺花痴的那种人 然后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 很迷恋一个男孩子 然后他又是 你知道那个时候喜欢男孩子 肯定是运动细胞很好的那种 对 就会打篮球 萧草 然后就说好帅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运气每次都很好 就很好 运气很好 我走到那个男架旁边 就看他 就整个眼睛都已经看直的情况下 被一个球打过来打晕了 打晕之后 我起来之后 我就看见我流鼻血 因为我晕血 所以我就当场看到自己流鼻血 然后我就看 又晕了 就晕倒了 然后反正我觉得 这应该是我最花痴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是我小的时候 最呆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好 那你晕倒之后 那个男生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 我晕倒了 那个男生 我醒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这才是白痴的重点 天哪 你该不会是上午第三点课体育课 然后晕倒的放学 一直躺在操场边 我还最后说 那个男生说了什么 好像那个篮球打到了一个男的 一直在晕 所以这就是初恋的故事吗 你跟他之间后来有发展不 这是暗恋 暗恋 你现在想让他知道了这个故事 你讲个录 好 讲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尿床的故事 因为当我们在上幼儿园 那个年龄的时候 不可能再穿这个了 那个时候原来自己也比较调皮 那个时候老师就会非常的凶说 你们在睡午觉之前 一定要把尿尿干净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这个床位 赶快睡觉 每个人要乖乖地睡觉 就是睡午觉 对小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然后说我生那天就是非常的调皮 然后再跟同学开玩笑 又没有去厕所 然后我就当时说 哎 晚了 来尿了 怎么办 那时候心 怎么办 心理有缓 我去原来尿了 心理活动 就是说怎么办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 不如尿到隔壁这床 尿好坏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虽然话很少 尿好坏 我说尿在隔壁床 高难度 其实挺难的 怎么样准确地尿到隔壁呢 然后那个距离大概有多远 比如说这个是床吧 还不尿 先 不是 你等一下 那个大概隔壁的那个床 你现在要示范一下尿 其实你看这个是床 这个是我的床 他的床就在旁边 我们就割了一个栏杆 那栏杆都是通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必须要 双排的两个床 你必须要那个通过栏杆 准确的尿 对 然后我只要侧身过去 就是我当时我的感觉 我就这样 我怎么办 来尿了 旁边那一床躺这个小姑娘 对 你说 好吧 那就这样吧 然后我就尿 一直到尿完的时候 我说假装在回来在睡觉 默默地 结果 然后最后 结果发现隔壁有醒吗 醒了 隔壁就醒了 然后老师说 哎呀 怎么回事 怎么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怎么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不知道 老师 然后最后老师越看越不对劲 说 鹿虎同学 哎呦 你的裤子为什么是湿的 被人被老师抓住 我的裤子 你的裤子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小朋友 哈哈哈 老师已经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 就是小孩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会觉得可爱 嗯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会 但是爸妈那个时候就会拿去 不是女孩了 隔壁也是个男孩 就把那个男生的衣服 爸妈拿回去洗 对方的家长 然后现在呢 那个人呢 就是我现在非常要好的发小 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发小 现在我们两个就很好 是因为被你尿过 他改名了是不是 有可能 因为他原来太贝了 叫张贝 对 然后现在改名张景辉 对 很温馨的一个故事 我们感谢张贝 对 一尿之交 太棒了 一尿之交 好了 其实儿时有一些回忆 可能自己也会觉得还蛮傻的 但有的时候觉得还蛮幸福的 因为想再回到那个年代 实在不太可能 不可能 对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在台上四个 其实我们要有一颗童心 只要拥有一颗童心 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才会觉得说 自己还蛮快乐的 不要被工作压倒 接下来我们让大家更加快乐一些 尤其我们的路虎带来 花痴泡面囊 欢迎路虎 让我看到你们 继续左手 跟我一起挥手 跟我一起挥手 Come on Come on Yeah 很长的雨天 再要当空狠狠 对我叫 花儿也在对我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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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对我说走 走 走 你为什么 背上了小书包 Yeah Hey 因为我没有女孩抱抱 心情总是变得很烦燥 哦 穷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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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豪 懒 傻 at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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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不要跟我像個baby 在這個困扯的雨天裡 再一起起來 太陽當空叫什麼 太陽當空叫 小鳥說 早早早 So what 再一次起來 太陽當空叫 快 為我笑 小鳥說 早早早 你為什麼被笑小書包 雲南衛視不怕或涼茶 音樂性唱 特別奉獻 江應榮 陸胡 首唱會 明知道我們沒明天 還是這越 永遠並不遠 也許 越絕望的愛 越 強烈 是我太絕 騙忍住眼淚 無論時間將是一種表演 照然若解 脆弱那一面 我們 誰都不敢先說再見 都夢中雙眼 笑著說謊言 我不是裝傻 是太過倔強 我帶著逞強的謊 愛你的笑 看著天亮 我不是裝傻 是為愛投降 很狠狠地在我心上 在我心上 開槍 打我 頭腦多漂亮 你的微笑像夢中體貼 愛著假面 所以沒崩潰 我撐 撐到走不動的那天 卻不想承認 輸給了時間 我不是裝傻 是太過倔強 我帶著逞強的謊 愛你的笑 看著天亮 我不是裝傻 是為愛投降 很狠狠地在我心上 開槍 看我 頭腦多漂亮 我頭腦多漂亮 我不是裝傻 我不是裝傻 是太過倔強 我帶著逞強的謊 愛你的傷 愛你的傷 看著天亮 我不是裝傻 我不是裝傻 是為愛投降 很狠狠地在我心上 開槍 看我 頭腦多漂亮 我不是裝傻 歡迎回來 中國好涼茶 中國好音樂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不怕火涼茶 冠名播出的 雲南衛生音樂現場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大來賓 就是我們的姜應榮 還有我們的路虎 歡迎 是的 同時娃娃娃娃娃娃娃 请大家关注云南卫视音乐 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 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 就有机会 或者有不怕火凉茶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一下 二位的演技部分 路虎是演过戏 接下来是这样 我们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故事 这个广告公司 就是有一个老板过来 可能之后要投钱 拍摄他们的这个广告 我就是广告公司的总监 可能之后二位 是我花重金来聘请的演员 这位是非常挑剔的客户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 一 二 三 故事开始了 真是 真是 每次都在等这个老妖婆 你看看 约好了 约好了九点半 十点了她都还没到 真是 就烦这个老妖婆 她来了 方总 好长时间不见了 我们俩姐妹都没有见面 你走开 是一个你的成熊到底的 方总 今天真的你看 九点半 现在都十点了 我就知道说今天路上堵 你会 你会 什么九点半 什么九点半 你把表跳慢一个小时 我不就追尸了吗 这倒也是 愿我们 真是的 我是渴户 真的 我是渴户 方总 您这边请 这次您到我们公司 又想让我帮您拍什么样的广告 我们这一次 我们醒产品 是 我跟你讲这个名字吃得特别好 什么名字 我们出了一款面 面好 这个面 叫花痴泡面 花痴泡面 好名字啊 非常国家 这不觉得特别有创业 很有创业 这是按儿子起的 哎呀妈呀 贵公子 一看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吧 是 我花痴泡面 我跟你说 我要拍一个特别优质感的广告 找我们就找对了 您给我推荐一些广告演员 这 您找我们就找对了 对不对 方老板 因为我们这边请到了两位国际的巨星 国际巨星 对 您再说一下您产品的名字 华痴泡面 华痴泡面 不好意思 怎么跟她走了 华痴泡面对吗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创业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来给我们的方总抛一个媚眼 这姑娘咬扭成这样 难不成是断了吗 这没病吗 这孩子 没有 现在国际巨星 马当娜也这样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很少有像方总那么霸气的 你好 长得还挺漂亮 方总我们看表演好吗 开始了吗 可以了 你可以开始 以前我在学校里边 别人都说 兄弟兄弟干嘛呢 不打我吃了花痴排泡面以后 我的身材今天很非常 阿罗多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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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难道你吃了花痴排泡面 没有错 确实是因为吃了花痴排泡面 我才可以变得这样 阿罗多兹 花痴排泡面 吃了以后就能像他一样 不是兄弟了 凉凉的 方总你看看这个表演多没有层次 对不对 起立鼓掌 太有创意了 我觉得这个好 方总 你这个广告可以给我们拍了吧 不行 还不行 方总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不行 不行 我跟你说 方总 你不要跟我在这儿套关系 我觉得这个 咱们还要把这个力度再加强一点 还要再加强 我希望我们的花痴泡面 吃完了之后 能够七死灰神 这个广告要是能达到这个选传效果 我就给你 吃完 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胆一亿 一年一亿的选传品 一个亿是吧 七死复生 吃了花痴泡面 死了都活了 这个广告创意 你要能给我完成了 来 接下来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创意 走 朱德雅 朱丽 我一个人在这世上 还有什么意思 每天你都被你的母后 灌在家里 我想见你 但是见不到 看 我这瓶 叫做母猪的东西 让我喝下它 来生 那就再见吧 看得好可怜 好惨 是毒药 是毒药 罗米欧 罗米欧 你怎么死了呢 这是一个外国娘吗 你怎么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移书 移书 好 请化伤心为食欲 你好好地活着 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吃货 你太懂我了 像当年能吃吗 像当年我们两个海市山沐的时候 剩我一口你一口 我现在只能是生死相隔 我把棉吃完给你喝汤好吗 罗米欧 你这是开水啊 朋友 你能扶我一把吗 谢谢 谢谢 罗米欧 可以了 罗米欧 你不是死悄悄了吗 你难道你刚才 用这么灼热的这个感情 破在了我的身上 我能不醒来吗 我吃的是凉面 凉面 我明明感觉到的是开水 凉面 凉面 难道你吃的是花痴排泡面 对 花痴排泡面的话 倒在身上也是灼热灼热的 因为它充满了爱 对不对 对 爱她 就给她吃花痴排泡面 怎么样 方总 起立 鼓掌 怎么样 那广告单 海胖了 可以给我们了吗 海胖了 你这两个演员从哪找的 这两个演员说我们 这是国内最棒的歌手 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们俩演得太好了 尤其是这个小伙子 是 你要不要挖我们脚 死得多想振你 小伙子 你不是 你那个广告你要给我 小胖胖 你先让开 你先让开 不是 放手 我给你一亿 一个广告费对不对 是 我给你胆独签约 你多少钱 我给你俩单独签约 我听出来 咱俩是老象 我给他一亿 我给你一人三千万 给我签约吧 我听起来 三千万好像比一亿多 三比一大 我就喜欢这样的演员 最滑齿的就是你们俩 你太靠人了 钱不钱 我请罗米欧的 罗米欧 助理业你请我的 对不对 我请你的 罗米欧 他给你三千万 你就跟他走了 三比一大 我给你五百 五比三大 留下 这是个什么道理 这样好嘞 小胖胖 你看看这样的演员 多好骗 这样好嘞 以后我们花痴泡面 就交给他们俩代言了 谢谢方总 来 掌声送给我们的方总 一个花一个尺 以后一名就叫这个了 好嘞 谢谢 好 接下来 花痴泡面整个剧 完成了 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跟你说 刚才这段展示之后 我估计很多的泡面上 不想让他们代言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 江小花有一首歌 完全适合 什么歌 叫《花无果》 掌声有请我们的 江小花带来《花无果》 有请 《花无果》 它就像星星之火 调远你我 没有写策像走火 角度埋伏 感官在寂寂我 我卖力了过 任你或我再热 也切不了过 很多的沉默 能坚持机会的 管你舍不舍 也要搞你的我 我还要永远我 黑夜水转 只是不能抗拒 黑夜里的寂寞 曾陷入了凑着 曾陷入了凑着 占纯空虚的感觉 就像是细时走柔 而且不动心都安乐 来的快去的快 说了爱在说白 谁都害怕一场梦走 喝的快笨的快 说了爱在说白 什么叫做相濡一抹 我 GENERATION 它就像星星之火 遥远迷惑 美舞剪刹成风火 跳动埋伏 感官在寂寂我我 迈力了过 任你或我再热 也切不了过 例如 Suppose 这种好处的沉默 我们真之机会合 我们要求好处的沉默 我们的真不是不舍 我们的真是不舍 每一样好一个歌 他就像星星之火 它就像星星之火 Zither Harp 好 欢迎回来了 这里就是我们不怕火凉炸 过敏不住的云南微信音乐现场 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这边呢 再要跟我们电视机前 还有现场呢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们 来报备一下了 这个江丽荣发行了 自己全新的这张专辑 希望大家支持 这张全新的专辑 希望大家能够 crazy一点 谢谢 好 中国好凉茶 中国好音乐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不怕火凉茶 冠冕不住的云南卫视 音乐现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好的 那同时呢 娃哈哈起立在这里 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们电视机呢 各位观众 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话呢 还可以通过 关注云南卫视 因为现场新浪官方微博 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 就有机会 不怕火凉茶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掌声送给我们二位 希望专辑大卫 谢谢 下期见了 拜拜 晚安 谢谢大家